然後他就轉過來 麥克風放下來轉過來跟我說 你不要避喔 你不要避喔 我後來結婚的時候 也是把他放在我的禮品袋裡面 送給我所有的冰客 那很多冰客呢 在After Party喝得很香 隔天呢 還是使用 他們很好笑 他們喝醉 晚上回去還是滿好給我使用 然後用了這個 Polus Choice隔天 我收到的訊息不是恭喜 是說 欸 這一罐怎麼這麼好用 然後我就說 對啊 就算你甜甜喝到醉 隔天還是皮膚很亮 會不會怕老公太帥嗎 怕呀 因為大家都比較愛他 我想說算了啦 如果哪天那個黃金交叉點到了 就加出來賺錢 所以你休息一陣子啊 那最近就是 幸福生活還好嗎 我很好耶 我覺得 反而跟幸福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覺得重要的是我剛好有好好的休息 然後 這段時間的休息對我來說 最棒的是我有很多時間可以看書 然後有很多的時間可以跟自己相輸 就對反而是因為有休假跟結婚沒有太有關聯 進去沒有做人的計劃 呃 沒有計劃欸 那反正有就生沒有就算了 你看是不是很豁達 我現在人生就是走一個就是豁達路線 反正什麼東西又不能計劃 那就這樣 反正每一天都好好活著 呃 應該是說 現在因為有代言的關係 所以還是有一些限制 就是憲哥會比較吹嗎 說要抱生就是這樣 不會 完全不會 對 她就是 呃 還沒結婚就希望不要結 結了就希望不要生小孩 反正什麼都 她就希望我永遠都是她的女兒 然後我想說其實這完全不衝突 但是 呃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可能為父的心 我還沒有辦法很能體會 但是她OK 她不會太傻 詹安老師好像那天來上我小明星大班 她還說 欸 我已經有發音樂園囉 怎麼樣怎麼樣 明年 想明年嘛 二 三年 一定有一個會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她就轉過來 麥克風放下來轉過來跟我說 欸 你不要避喔 你不要避 我說欸 你怎麼這樣啊 這是一種情緒操控好不好 然後我說說不定有 欸 我說又不一定是我 然後她就說 那你跟你妹講喔 不要避 不要避喔 我想說 對 蛤 什麼時候 呃 我現在因為有代言在身上了 其實對 其實 其實我覺得她預測的 不是不是 但是她有 對 不能 就不能跟你講 現在不能講 對 就是 呃 我要講什麼啊 欸 對 不是 就是 妹妹比較有可能 我說如果詹老師 預測的準 應該是妹妹比較有可能 這樣子啦 對 怎麼啦 對 我們要看 stations 沒有什麼時候 沒什麼時候 在那兒 我們就在那兒